你好,我是王树毅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你常见到的场景 就是用视频来给别人做演示 例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要把一些课件的内容 稍稍地讲解一下,然后发给学生 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按照以前的方法来是这样的 我先要进行屏幕录制 包括录制这个换灯,以及我自己的这个形象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录成一段视频 之后我要做的一个就是剪辑 剪辑完成之后,我把它上传到某个地方 好比说大家经常使用的网盘 或者是上传到一个什么样的文件的传输 寄存托管服务,以便能够和别人共享 这个过程听起来还是挺顺畅的 可有一个问题,它很麻烦 因为我们要使用好几款不同的软件 而且在后面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 别人去看这则视频 可能还需要下载,或者是需要付费才能够在线预览 整个这个过程体验实际上是不够顺畅的 那么有没有一站式的服务可以从录制 剪辑,发布,分享这些东西能够一次性完成呢? 有,而且这样的工具还不止一款 国内国外都有相关的这样的工具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往往在剪辑这个部分上 非常的不方便 我的学生上机课的时候需要去录制视频 讲解他们这一次实验当中所做的事情 有的同学呢就得在下课的时间搬着本到楼道里去录 本来时间就很紧张 大家都需要在这个时间来录制 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有的人在那里录得好好的 突然之间有个同学这个从里面出来 然后这个在楼道里的时候和同学大声的说了几句 这些正在录制的同学就非常的恼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段相当于就给作废了 他们不得不回头重新来录 为什么? 因为剪辑非常的不方便 有的是不提供剪辑的功能 你录成什么样就得上传什么样 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质量上的要求 所以这样不行 而有的是这个提供了剪辑 但是他们发现在这里面即便剪掉一个很短的片段 然后这个去执行 把这个东西编辑进去 发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个操作 那么今天我给你介绍的这一款工具 它不仅能够去录屏 能够去这个在线的发布 而且它中间的这个剪辑功能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它能够描剪 不管你在一段很长的视频上 要剪掉多少个小段 那么都是一瞬间完成 这样就使得你中间不管是被人干扰 还是自己口误说错了的地方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把它更正过来 接着往下录 然后呢 把刚才那段剪下去就行 因为它的这种便捷性 而且使用起来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所以呢 这款工具现在成了我去录制这种视频信息 给学生进行一些讲解 或者是演示操作 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首选工具 这个工具呢 叫做LOOM 下面呢 我就给你来实际演示一下 咱们就不演示那个录屏和最后的发布了 我们就给你展示中间的这个编辑 好 下面我们开始 这里呢 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的 把一段给剪下去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start trimming 我们在这里先运行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儿已经进行了一些这个trimming操作 在这里你看 这里面把它剪下去 好 那么所有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要剪 然后把它剪掉 你会看到 我这里有两段剪下去 剪下去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publish changes 一般来说 我们进行这个剪辑操作的时候 它会重新的要把这个编码再输出 所以很多情况下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费时长的 可我们看看在LOOM当中 你剪下这两段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来演示一下 他们的时长呢 大概是 好了 这个剪辑完毕 就是这么快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 说我在这儿进行快放 或者把这中间哪个给你剪掉 这就是他现在从里面剪掉一些不想要的片段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 所以你根本不用怕录错了 这个非常的方便 学生给的一些反馈 用iPad看一切正常 然后呢 这个在这里 大家都是留言 然后还有人说好用 推荐 看完这一段演示之后 你是不是对LOOM这个剪辑的速度印象深刻呢 如果是的话 欢迎你也来尝试一下 LOOM呢 对于教育版本 也就是提供给教师和学生 现在是免费提供 你可以用学校的邮箱来申请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证明你是在教育界 这可能使得你后面在和别人进行视频沟通的情况下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并且呢 能够极大的降低你 录制视频和发布的成本 希望这段视频对于你的学习和工作能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